- 觀眾歡迎回到2018年紅牌尤其長春邀請賽的精彩賽況 這場比賽在10月30號進行第一回合賽事之後 來自高雄球場的地主好手張宏達1-under的71-an居領先 居次包括詹錦棠、陳榮欣以及鍾建民 而在超級長春組的部分 謝米蘭老師是A-SHOP76-an打出比年紀更低的干數 76-an的存技在場上佔據領先 而在青少年的選手部分 黃茂富在第一回合打出74個案成績的另外兩名 球員則是以77個案成績在場上佔據第二 第二回合的比賽看到這邊是陳倉德 可能稍微短一點在國嶺前落地 另外則是張青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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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球到不乾淡 所以這一個球呢還是衝不上來啊 陳時中 還是稍短 好看先生 雲先生 他的距離應該是蠻不錯 這個開球也開得蠻遠的 第二竿 哎呦 可能還是在國嶺的右前方落地 所以這邊第三竿都還要再處理啊 首先是陳至中 他的短接球 二 果然是功夫了的 也不錯 哎呦 差點進去你看 每個人都很愧氣喔 再來是張青柱 新生呢 哎呦 你看 這個轉軸也抓到了喔 哈哈 啊 結果就停在洞口 因為只差幾公分而已喔 所以吸引松上來 直接把這個球給補進了 目前中二的成績也是相當的影響 當然 同組的四名球員呢 雖然第一竿都沒有上過令 但是七上來的第三竿喔 每一個都 呃 離洞口非常非常近 齊齊很深 剛剛那個球 所以 應該都是上來簡單的 把這個part給補進去就可以 九棟來開球的 這是張青柱 一百七十碼的距離 球在幾棟左邊 成績 轉往跟 在昨天的場上的表現也是十分精彩 十分精彩 這個球跳左 不過你鋪路的關係 你這個落點本來就已經在啟動的左邊的話 上到鋪路很容易 還是會被鋪路帶到更左邊的地方 你先看 可以 這個籌票 真的是 我看得下去 你那個籌票我看得下去 那張青柏呢 一樣是從左邊這邊推過來 你看 一樣是停在洞口 上坡推開到有時候就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成功局從這個方向推過來的話 就是我以為下坡了 下坡的話要小心速度 再回推 所以還是沒有 三推桿 吞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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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7號鐵桿打出了一桿進洞 那也是他胸牙第五次的後鈴碗 同組零根機 方向應該不錯 但是呢 沒想到這個距離沒有如他與其 所以球沒有上 零根機在國嶺前 要再切第二桿 還好 這個第二桿的零根機是切得非常漂亮 應該就胖沒問題 用推道從鍋臨後方蠻遠的地方 不過這個力道應該在鍋臨外邊 都被長草給吃掉了 好 那前龍光從這邊推過來的話 這個速度就蠻慢喔 厲害 厲害 好厲害 陳明奇 OK 精彩喔 剛剛這個開球的也是漂亮有點下坡的Berry推桿也進去 還是有點帶轉折喔 很好 陳文汪 OK Nice part 目前正式的成績也是相當不錯 那另外跟雞呢一起推在這個短洞則是打part 最近在高雲球場這邊天氣還不錯 今天的感覺上從早上就有點陰陰的 現在甚至是開始飄點小雨喔 看到這是在第16洞 孟永田 孟永田今年在長春賽事也拿下了一場比賽的勝利喔 衝過頭 衝過頭 高雄球場的國嶺本來就是如此喔完全不停球 如果你的球放在 距離打足直接放在國嶺中間的話都很容易跳到後面去喔 因為他的後面去都還要再切回來再處理的話 有時候並不是那麼容易 黃茂芬 昨天的第一回合打的是相當理想喔 不過在這一洞應該是有點麻煩喔 昨天呢在所有的新少年業餘球員當中呢 黃茂芬74竿是佔據領先喔 那沙坑裡面切上來的則是孟永田 剛那一竿上來也是不差 在國嶺上面落地 但是因為國嶺不停球 所以直接衝到後面去 而且還進到沙坑 還好孟永田是很會切 那黃茂芬這邊在打的話已經是第四竿了 現在已經是來到正局 今天的狀況很明顯的 跟昨天相比的話是差蠻多的 還可以啦 再來直接把這個球給普京打怕 哦呦 推這麼用力喔 雖然這已經是Tuff for bogey的推桿 推得稍微積極一點也是正確的 但是力道真的是過強了 孟永田從沙坑裡面打上來 這個沙坑球 剛剛當然是切得蠻漂亮的喔 所以在這一洞是順利的收帕爾 目前正二的成績還不錯 黃茂芬 還好這桿有推進 明天順趴趴趴 所以目前都是高於標準一竿的成績